舌头是否犯疏,决定了发声是否受阻碍 舌头决定了整个发声通道是否通畅 学好唱歌没有捷径 但如果能让大家少走一点弯路也是一种喜悦 大家好,我是清清老师 今天我要和伙伴们聊天室的交流一个话题 这个话题是关于 唱歌是如何放松喉咙的问题 这是困了很多伙伴们的问题 但是放松喉咙 只要有一个部位配合它就很容易了 它并不难 只是我们把它复杂化了 原本可以容易地解决 偏要去很复杂地解决 它复杂化了也就特别难了 还没有关注清清老师的朋友们 记得点关注 如果这个视频内容对你重要的话 点视频的标题出现 收藏两个字进行收藏 并且帮忙转发点赞 谢谢大家 很多伙伴们在学识 声乐时 总是气息 共鸣 发声等大的知识点 但却容易 服饰一些小的 可是又起关键作用的知识点 今天我要说的是舌头 很多伙伴们知道 唱歌时要放松喉咙 却不知道其中一个重要因素 就是要放松舌头 因为舌头的舌根 是和喉部结合在一起的 人的口腔内 舌头 舌根 咽喉 身带 下巴 是结合在一起的 没有哪个部分能当独存在 不受影响 所以我们在体会喉咙放松时 舌头部位需要高度重视 舌头需要高度重视 舌头是否放松 决定了发声是否受阻碍 舌头决定了整个发声通道 是否通畅 舌头紧 发出的声音很紧的 听起来不自然不好听 而舌头放松 意味着喉咙也放松 自然而然声音也会清虚明亮 比如举个例子 我们说话的时候舌头是完全放松的 这话就说得清楚 如果大舌头 舌头不灵便 说出来的话就是不清楚 比如举个例子 你去哪里 你是在干什么 对不对 你看我把舌头翘起来或者卷起来说话 那你说话就说不清楚了 是不是 所以舌头放松 该如何放松呢 该如何练习呢 现在我们就开始要 重点了 就是可以用音阶也可以 对吧 也可以用歌曲 对吧 那音阶的话你看 我们也可以 舌头轻轻的接触下牙齿 那我们也可以轻轻的 我们也可以轻轻的 念五个唇母音 五个唇母音 一八一合 Так 舌头轻轻的接触下牙齿 所以舌头可以轻轻的接触下牙齿 你也可以跟音阶一直往上练 舌头接触下牙齿 轻轻的接触 对吧 我最多用的是用歌曲来进行练习的 当时我也是特别装牛角尖 就是放松的重点 总是放在喉咙的喉头上 那么装牛角尖式的四年五年 根本就做不到完全放松 而且在学习过程中 又会建立起一些错误 那个痛苦啊苦恼啊 我后面一个老师也是我最后的一个老师 我很幸运能碰到他 他现在已经不在了 他就从我的舌头入手 帮我解决了喉咙发紧的问题 因为我是一个特别认真学习的人 所以呢真的是这种喉咙发紧 或者是用下牙齿监督舌头是否挽回扯下牙齿 监督他 因为他们接触嘛 腹下你看轻轻的 用一些比较简单的歌曲 比如那个 宋别就是长亭外 那个古道兵这个啊 那个时候我经常用这个来放松舌头 因为他简单嘛 你看啊 长亭外古道兵这个是否挽回扯下牙齿监督 手挽轻轻的接触了 你看 嗯 那你就像这样啊 长亭外古道兵 芳草碧连天 我就一个字一个字 嗯 让他接触 因为你知道吗 我们在说话的时候啊 舌头就是这个状态 只要舌头发紧了 是说不了话的 挽回扯或者翘起来 说话也是不清楚的 他就是这个状态 那么或者有时候呢 我又用那个 看定情歌 反正所有简单的 我都把它拿来慢慢的练 我就说啊 这个是我的镜子 看定溜溜的长腰 月亮哇哇 看定溜溜的长腰 不管你唱什么字 你就照着镜子 看看舌头有没有接触 像牙齿 如果你不照镜子的时候呢 就用牙齿 监督你的舌头 那么就这样 边唱边照着镜子 关注舌头 一个字一个字 慢慢的唱 你不要快节奏的唱 你要慢慢的唱 一个字一个字转变过来 这样的话呢 转变就很快了 真的很快了 猴头在没有注意它 只是注意舌头的情况下 自然就放松了 就不要太注意猴头 都注意我们的舌头 知道吧 这样的情况下 自然就放松了 之后我就明白了 一个道理 很多时候我们并没有 特意的重视舌头 关注舌头 所以喉咙总是就 自然的放松不了 舌头在经常被注意的情况下 就会时常想起 它的放松状态了 从此以后 我只是关注自己的舌头 并没有关注过喉咙 喉头 我把这些经验告诉伙伴们了 喉咙特别紧 而且苦恼 没办法放松的伙伴们 用我的方法 用我的方法试一下吧 到这里我们总结一下 今天所聊的重点话题 怎样比较容易放松喉咙 前提是 一个部位要放松 那就是舌头 舌头的舌根是和喉咙结合在一起的 所以我们在体会喉咙放松时 舌头部位需要高度重视 舌头是否放松 决定了发声是否受阻碍 舌头决定了整个发声通道是否通畅 舌头紧发出来的声音就很紧 声音听起来自然是不好听 而舌头放松意味着喉咙也放松 自然而然声音也会清晰明亮 所以关注我们的舌头 喉咙喉头容易大到放松 关注我们的舌头 是否有没有放松 有没有接触像羊齿轻轻的 歌唱的时候 泡泡溜溜的山上 这样喉咙喉头容易达到放松 大家记得关注点赞转发收场 谢谢大家再见